請問一下周伯遠 其實現在好像各個部門都關事 但是各個部門都不想來 那我們應該怎樣呢 其實我一直聽我一直走在眉頭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其實是向來香港政府的政策 自曾任權時代已經在說 四大產業 支柱產業 林鄭在上台之前都說到 這個文化創意產業 是香港經濟的一個人禽 其實理應已經會根據 因應這些大政策去想一些方向 或者想一些實質的操作 推行的一些措施 怎樣可以幫助到文化創意產業 或者街頭表演是其中一個部分 怎樣令到他們可以發展 但是為什麼到這一家 現在都還在說不同的部門 有不同的標準 於是就不知道怎麼辦 而又是沒有人帶頭 而沒有人帶走這件事 你的政府已經有一個政策在這裡 有一個這樣的方向 但是沒有人帶走 而在這個過程 剛才楊雪瑩提過 應該有很多規管的方式 其實是這樣的 亦都是要怎樣去平衡 就是表達自由那件事 但是在怎樣去規管之前 其實應該有一個公眾討論 是從來都沒有的 不論剛才楊雪瑩說西九那邊沒有政策 或者政府這方面 區議會或者民政事務局都沒有政策 甚至乎我們在藝法局 我都從來沒有聽過民政事務局的朋友 去講這一方面的政策 但是應該開始由這些地方去討論 你說在藝法局去討論也好 區議會去討論也好 其實區議會很應該去討論 因為是關乎地區的需要 而那個規管的方式是因應地區不同的 譬如說這個賽街這麼密集 其實是不是當當都應該唱歌 因為當當唱歌就會差太大聲 其實是不是應該都要規管 一個管理 包括不同的表演形式 可能有些是唱歌 有些是跳舞 有些是表演魔術 正態的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規管的方式 其實應該討論 但是從來沒有人引發過這些討論